第468集 七初 护枪校尉段 既已平定西枪 然而东枪先陵等部尚未归府 杜辽将军皇甫归 中郎将张焕 连年不断地进行招抚 枪人不断归降 又不断起兵进行反叛 环帝下诏询问段说 东枪先陵等部枪民作恶反叛 然而皇甫归张焕等各拥强兵 不能及时平定 我想命令你率军到东方讨伐 不知道是否恰当 请认真考虑一下战略 段尚书说 我认为先陵以及东枪逐部 虽然数度反叛 但向皇甫归投降的 已有两万余大小战落 善恶已经分明 残余的叛将所剩无几 而今张焕所以徘徊 愁愁 久不进兵 是因为顾虑 是因为顾虑 已经归附朝廷的枪人 仍跟叛枪相通 大军一动 他们必然惊慌 并且从冬天开始直到现在 已是春季 叛枪屯聚集结不散 战士和马匹都十分疲惫 有自行灭亡的局势 想再一次招想他们 坐着不动便可制服强敌 我认为叛枪是狼子野心 很难用恩德感化 当他们势穷力驱的时候 虽然可以归服 一旦朝廷军队撤退 又重新起兵反叛 唯一的办法 只有用长矛直指他们的前胸 用大刀直夹他们的脖颈 共计东枪诸部 只剩下三万余个帐落 全部定居在边塞以内 道路没有险阻 并不具备战国时代 燕齐秦兆等国纵横交错的形式 可是他们却长久地 扰乱并梁二州 不断侵犯三府地区 迫使西河郡和上郡的太守府 都迁移到内地 安定郡北地郡又陷于孤单危急 自云中郡五元郡 西到汉阳郡两千余里土地 全被匈奴人枪人占据 这就是恶窗暗急停留在两类之下 如果不把它们消灭 势力将迅速膨胀 倘若用骑兵五千人 步兵一万人 战车三千辆 用两个冬季和两个夏季的时间 足可以急破平定 余计用费为五十四亿 这样就可以使东枪诸部进破 匈奴永远归服 迁徙到内地的郡县官府 也可以迁回故地 据我计算 自安帝永初年代中期期 诸部枪人起兵反叛 历时十四年 用费两百四十亿 顺帝永和年代末期 枪人再度起兵反叛 又历时七年 用费八十余亿 如此庞大的消耗 尚且不能把判枪诛杀灭尽 以致残余枪中 重新起兵反叛 一害到今天 而今 如果不肯使人民 忍受暂时劳累的痛苦 则永久的安宁 便遥遥无期了 我愿竭尽低劣的能力 等待陛下的节制调度 环帝批准 完全采纳了段所提出的上述计划 于是段率军一万余人 携带十五日粮食 从彭阳直接插到高平 在冯一山跟仙灵等诸步枪民决战 枪军强大 段的部众都很恐惧 段便下令军中 使用长箭头和锋利的大刀 前面排列三重 举着长矛的步兵 挟持着强劲有力 能够射远的弓弩 两边排列着轻装的骑兵 掩护着左右两翼 他激励将士说 现在我们远离家乡数千里 向前进则事情成功 逃走一定大家全死 共同努力争取保民 就大声呐喊着 全军跟随呐喊 步兵和骑兵同时发动攻击 先灵枪军崩溃 段军队斩杀枪中八千余人 窦太后下诏褒奖说 等到东枪全部平定 再合并论功行赏 现在暂时赏赐段钱二十万 任命段家一人为郎中 并且命令中藏府 调拨金钱等钱薄财物 帮助军费 拙声断为破枪将军 润月甲午 追尊灵地的叔父刘叔为孝元皇 祖母夏氏为孝元后 父亲刘长为孝元皇 父亲董事为孝元贵人 夏季四月雾尘 太尉周景去世 司空宣风被免官 拙声长月魏魏王畅为司空 五月初一 五月初一发生日食 拙声太中大府刘举为太尉 六月京都洛阳发生大水灾 十七日 论雍丽皇帝的功劳 封斗武为文喜侯 斗武的儿子斗姬为魏阳侯 侄儿斗少为侯 斗靖为西乡侯 中常侍曹杰为长安乡侯 共封侯爵十一人 军人卢职上书劝说斗武说 你现在在汉王朝中的地位 犹如鸡蛋鸡在周王朝 所处的地位一样 拥戴圣明君主 关系到全国人民 谈论者认为你的功劳中 这是最为重大的了 皇室的血统关系 本是一脉先后相传 你只不过是按照徒蝶的次序 确立皇帝人选 这又有什么功勋呢 岂可贪天之功 当作自己的力量 我建议你 应该辞去朝廷给你的大赏 保全你的身份和名誉 斗武没有采纳 颅直身长八尺二寸 说话的声音 犹如红钟一样响亮 性情刚正坚毅 有大节 年少时跟随马荣 学习儒家经书 马荣性格豪放不羁 常让女妻在面前再歌再舞 颅直在座下听讲多年 从来没有邪视一眼 马荣因此对他十分敬重 哈 从来没有邪视一眼 继续 从来没有邪视一眼